您覺得鍵盤魔人是壞人嗎? 歡迎收看維他命師 施以諾的心靈維他命 這個社會是一個資訊爆炸的社會 開始有一個新興的名詞叫 鍵盤魔人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聽過 也許有些人他不見得用真名 或是也許他用真名了 但他其實是躲在鍵盤的後面 開始利用文字的方式去批評一些人 或是批評一些時局 他的用詞往往非常的辛辣 而且標準往往非常的高 我們該怎麼來看 鍵盤魔人這種現象呢? 我們今天很開心 請到精神科職能治療師吳嘉純 跟我們一起從精神健康的角度來看 鍵盤魔人的現象 嗨 嘉純你好 嗨 蘇博士 你應該也聽過鍵盤魔人的這個詞 常常有時候我們發現 所謂的鍵盤魔人 也許我們知道 也許就我們身邊的某一個同事 或是我們所認知的一個 也許是一些共同的一個朋友 他平常可能是非常內斂的 甚至你跟他講話可能是 他態度是非常客氣 非常緩和的 可是到了晚上 回到家搖聲一遍 他就是一個所謂的鍵盤魔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樣的狀況 有 我有看過這樣的狀況 其實這在心理健康上 確實是有根據的 有一位學者叫亞龍 在1995年他就曾經提出了 所謂療效因子 這個鍵盤魔人就滿符合 其中一個稱作宣洩的療效因子 什麼是宣洩呢 宣洩講白一點就是講出心事 不管是正面的想法 負面的想法 就是講出自己的心情 而不是壓抑下來 像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他們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會相約去喝個下午茶 聊聊心事 常常很不開心的時候 這樣講一講 心情自然就變好了 那前陣子呢 有一個很有名的電視劇 叫做《後宮甄嬛傳》 它也是用古裝電視劇的方式 來影射出一般人不敢說的話 這也是一種宣洩的概念 所以其實宣洩 它不見得要自己講 有時候你看別人 講出了你的心裡面的話 哇 就大快人心 不過這個現象讓我聯想到 其實在歷史上面 這種所謂的鍵盤魔人現象 它其實一直都在 只不過不像現在人 可以用網路 可以躲在鍵盤的後面 好像比較安全一點點 古代的人也會發表很多的話 去批評某些人 或是批評一些詩曲 或是來抒發自己的不滿 這在東方社會跟西方社會 都存在過 比方說像我們在東方社會 我們讀過很多古代 中國歷史上的一些詩人 它其實也是寫東西來批評人 比方說像有一句話 大家都覺得非常熟的 總未浮雲能必 長安不見死人愁 這標準的批評時局 甚至於對當時的一個皇帝 有那麼一點點的維持 只不過它稍微藏得很好 我在猜 當時如果有臉書的話 這句話一定很多 會去幫它按讚 但是我一直覺得 宣洩這個療效因子 中文我們一直發一個範 叫宣洩 是 我覺得其實可能 更貼切的一個翻譯法 應該叫疏導 就是它有抒發 也有引導 我們講宣洩 我們都覺得它其實應該是一種 發洩的概念 但是發洩在精神健康上面 真的對人有幫助嗎 也許有 但是長遠來看 可能疏導更好 什麼意思 你有疏發 疏發完以後 你還是能夠引導自己 到一個比較正向的一個態度 到一個比較正向的思維 我舉個例子 大衛王 以色列的大衛王 他寫的很多的詩篇 他其實也透露了非常多的一些 對敵人或對現狀的不滿 他其實罵得也非常的狠 他甚至會去詛咒自己的敵人 或去講自己敵人的不好 但是我覺得大衛王有一點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點 是他不管怎麼罵 他怎麼用文字來批評某一些人 甚至於用來咒詛某一些人 他到最後 他一定回到上帝的面前 到最後他一定去宣告 他未來的人生還是有盼望 對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例子 這讓我想到我很喜歡的一句話 叫做 幸福會循環 悲傷也會循環 所以當我們適時的 發洩出內心想說的話 其實像大衛王一樣 設一個停損點是很重要的 希望能夠循環下去的是 幸福而不是悲傷和負面的情緒 我們也可以學習大衛王 當我們書發完有沒有不滿以後 還是宣告我們的人生是有盼望的 還是宣告我們的人生 其實很有意義的 今天很開心 請到家純 從精神健康的角度來看 宣洩這個療效因子 以及對鍵盤母人現象的分析 希望對很多的國人 特別是很喜歡上網的一些朋友 能夠帶來一些不同的心思 謝謝家純 謝謝 石以諾的心明維他命 天天都給力 天天都給力 大衛王 天天 一千萬維他命 天天都給力 天天 人生